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Namo Dasa Bhakavattu Amrahatu Sama Sambhu Dasa 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大臣们 晚上好 昨天我们大体的谈到了印度佛教的1500年 同时又谈到了阿比达姆的来源 那今天我们将进入阿比达姆的学习 当我们在讨论阿比达姆的时候呢 我们先来学习阿比达姆的特点 根据阿比达姆有两种真理和真理 一种是世俗的 一种是胜意的 世俗的就是世俗都认定的真理 大家都认定的 世俗的里 这里讲到的Sammut Sammut的意思是共认的意思 也就是大家共同都认定的 例如我们讲到有玄疾 大家共认的他作为领导者 这个也是属于Sammut 在律教法里面讲到的Sammut 就是翻译为结界 这里的结就是大家共认 共同认定 共同认可 所以叫Sammut 那这里的Sacca 就是真理 真实 世俗的也就是说 在世俗大家都认可的 都认同的 在世间语言上并没有错的 称为世俗的 而胜意的又称为究竟的 Baramata Sacca Baramata 是最高的 殊胜的 Ata 是意思意义 再加上真理 称为胜意的 那佛陀的教法呢 又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经教法 一种是论教法 经教法又称为方便的法说 Bariyaya Nama Dei Sana 这里的Bariyaya 是方便的 随机的 应机的 Dama 是法 Dei Sana 是说或者教导 方便法说的意思就是 通过 比喻 通过 教计 劝导 鼓励 云业 等等方式来开示的 也就是说是脾翼式的 或者受到装饰的教法 以教导 世俗地为主 因为佛陀在开示佛法的时候 他必须得面对根基差别很大的听众 有些利根 有些顿根 有一些经常熏悉的佛法 有些对佛法很陌生 有些人的贪欲很重 有的人的称心很重 有的人的傲慢很重 佛陀往往就会因为 人 因人而易 会应机的施教 为了引导听众修行 乃至通达圣地 佛陀会采用种种不同的方法 达到使听众能够明白 因为佛陀的智慧当中 有一种智慧就是他能够了解 听众的根气 能够知道众生的随眠这样的智慧 这种智慧是不共读觉 跟不共生闻的 佛陀就有这种智慧 他能够判断听众的倾向能力 性格 用适当的方式来调整他的开示 例如说 佛陀在讲到 有一次就有个叫做 庚子巴拉多家的农夫 佛陀有一天早上就去托波 到了这个农夫的 所耕种的地方 那个时候这个农夫正好 准备下田工作 他在工作之前先分发食物 佛陀就去到那个地方 就站在那里 然后 这个农夫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到你的牛啊 你的翅膀啊 你的梨耙等等 你怎么说你也工作呢 那个时候佛陀就说 我是以性为种子 以勤勉为梨巴等等 我所接出来的果实 是没有苦的 是清凉的果实 他就会用这种方法 例如说 有一些婆罗们喜欢做火供 每一天他都在家里 或者说在他的圣坛里面供火 那佛陀见到了之后 他就说我们也会做火供 不过我们的火供 跟你们的火供不一样 作为在家人呢 要供火供呢 要供根本火 根本火就是供父母 要供养父母 还要供养自己的妻儿 还要供养沙门婆罗门 这种叫做火供 有例如说 在长部的教界辛加拉经里面 当时辛加拉居士子 每天早上都有个习惯 他跑到城外的河里面 把自己的身体泡在河里 出来之后呢 就向六方做礼拜 佛陀有一天早上脱波 就见到了辛加拉居士子 这样做 他就问他说 居士子 你在这里做什么 为什么要这样做礼拜 他就说 我的父亲在临终之前 叫他我说 儿子啊 你们要礼拜住房 所以我现在 我就每天早上都礼拜 东南西北下方跟上方 那佛陀说 我们也礼拜 我们也礼拜住房 不过我们礼拜六方 跟你的不同 一次佛陀就开始说 东方是父母 西方是妻儿 南方是朋友 北方是司长 下方是主仆 上方是沙门 佛陀就用这种方式 介意的方式来说出佛陀的教导 那佛陀是一种根据不同的根据不同的人 不同的倾向 所说的法呢 在第一次解极的时候 就被解极为五部 也就是金藏的五部 这称为金教法 金藏是记载佛陀一生 四十五年间 在不同的地方 对不同的人 依照不同的因缘 所说的法的种极 或者称为言行极 还有另外一种呢 是论教法 论教法要称为 非方便的法说 意思是 直接的或者没有受到 装饰的教法 以教导圣义地为主 在金藏里面 我们会看到佛陀 使用在世俗上 大家都认定的语言 世俗地 其实也没有错 生意地都也没有错 佛陀也会说到 男人 女人 弟子 伯罗门 差地利 佛陀 过去的佛 未来的佛等等 也会说到 要孝敬父母 要尊敬师长 这些都是世俗上 所认定的 例如阿难尊主 在每一部经里面 第一句话是什么 如是我闻 这里的我 其实也是 属于世俗地的范畴 但如果是 从圣义地的范畴来看 有没有我 有没有所谓的佛陀 有没有所谓的弟子 有没有所谓的男人 女人 在圣义地上来说 是没有这些的 在阿比达摩里面 所讨论的 就是以圣义地为主 或者说究竟地为主 也就是把我们平时 所见到的 所接触到的东西 进行分解 分解到不能再分的程度 虽然 教法可以就没有分 经教法跟论教法 但是 它也不是决然分开的 例如在 经典里面 在经藏里面 佛陀也经常使用 论教法 就是使用圣义地 例如佛陀讲 无我相经 无我相经 就是直接教导 如何观照 色受想行时 无运 为无我的 又比如 佛陀教导了燃烧经 直接教导 观照 颜耳鼻食 生意 色生香味 触法 观照 贪嗔痴 这些都是属于 究竟地的范畴 但是呢 我们在经典里面 很多经典 都是属于 世俗地的范畴 本身经 是属于 哪一种范畴 世俗地 还是生意地 世俗地 那 我再问问大家 佛陀教导 修入出信念 是生意地 还是世俗地 范畴 世俗地 还是生意地 是世俗地 对 我们在看 佛陀 制定戒律 是世俗地 还是生意地 戒律是 利教法 是世俗地 生意地 世俗地 为什么呢 因为 戒律 讲的是 很具体的东西 我们 我们如果是 了解了佛陀教导 虽然他讲的是 同样东西 但是他是用了 不同的分析方法 或者不同的教法 用不同的含义 去教导 那么 有时候 他会得出 这样不同的结果 在 圣意地里面 佛陀讲的法 是一步到位的 特别是 直接指导 修长修的 好像我们说 在大念初经 大念初经是 以教导 世俗地为主 还是圣意地为主 对 哪些是世俗地呢 前面 圣念处里面 讲到的 入出息 三十二身份 观尸体 这些是世俗地 这些是世俗地的 生意地 世俗地 那又讲到 观修四大 修观寿 观心念 观法 这是生意地的 世俗地 这是生意地 所以特别是 在修观的阶段 佛陀 都是直接用 生意地来教导的 例如在相应部里面的 运相应 或者说 因言相应 或者俗相应 六处的处 十二处的处 佛陀都基本上是 教导 生意地的 也就是 要教导 观照古运 色受将行使 观照十二处 眼耳鼻食生意 色生相会处 观照这些 都是无常古卧 这一种观照方法 其实是 直接用 生意地的教导 我们知道 佛陀教导 它有这两种不同的 教法 不同的方式 那我们在 谈论佛法 在修学佛法的时候 就不能够搞混淆 如果搞混淆 就很容易造成 教法的混乱 例如说 世俗地的东西 世俗地是为了保护世间 保护教法 甚至说 它是对修行的一种保护 在律教法里面 佛陀说 不能 我们现在很多人 可能会感觉不理解的 就是不能做 绵殿的问题 但是在 在律藏 在律里面的 巴基地亚 第八十八条 佛陀明确地说到 若贝库 把床或者 床或者做入棉子 应该撤掉的 巴基地亚 那这样你可以说 难道这些棉 它就对我们 有什么障碍呢 如果我们只是用心 我们关掉它 完全是一堆石节声色 那么我们就没有障碍了 可不可以怎么样 如果是这么样的话 那么就会坏了 佛陀的律法 就是佛陀自己的律 因为佛陀自己的律呢 就是完全 它是一至一 二十二 例如说我们说时间 时间完全是一个概念 在真实意义上 没有所谓的时间的 但是 佛陀要规定说 你在飞食 就是过了阵路 不能吃东西 在晚间不能吃东西 那你可以说 时间根本是一个概念 我没有所谓的时间 所以我什么时候吃都可以 可以怎么样吗 这样的话 就会坏了佛陀的 所制定的律法 同样的 在夜方面 我们讲了经教法 刚才律教法 经教法 夜方面 众生有种种的差别 因为众生有种种差别 所以 会有富贵的 会有贫贱的 会有高等的众生 会有低等的众生 如果大家都按照 所制定的 就是这世间的规范 按照英国的法则 那它就不会紊乱 如果你要打破 这种英国的观念 要 没有所谓的贵贱 没有所谓的长幼尊碑 那这个世间 很容易混乱 甚至人会变得 没有惭愧心 我们不能够用 生意的东西 直接去破四十十 一旦破四十十 的话就叫坏事件 因为生意地 是哪来指导修观 在观制当中 没有所谓这些差别 没有所谓 这些不同的东西 但并不等于说 你在观制当中 你做到这么样 但是在现实当中 你就要把它破坏掉 这样的话 无论是对佛陀的教法 对世间 乃至对伦理 对长幼秩序 都会起到破坏的作用 因此在解释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佛陀在讲哪一种东西 在讲哪一种法 它指的是哪一种 它的意气是什么样 要不然 如果我们用生意地 或者用论教法 去看佛陀 佛陀是个很执着的人 大家看过立章没有 只要看过立章 我们会发现到佛陀 它是一个很啰嗦的 一些鸡毛蒜皮的事情 佛陀都要去追究的 是不是 但其实并不是怎么样 为什么 因为佛陀为了保护僧团 正如佛陀在每治一条界的时候 他都会说 直接有十种功德利益 就是为了保护僧团 保护信众 保护令政法救助 那我们学了这两种教法之后 这两种教法 我们分别用在不同的地方 在实修上也是 持戒是以世俗地为主 修定也是世俗地为主 虽然有时它已经是 遇到生意地的关注 但是在修会的时候 修会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用世俗地 再用概念去修 那我们的关注又不能成功 因此经教法和论教法 或者说律教法 经教法论教法 他们都有不同的教导范畴 它分别是指导我们 直接修定跟培译关注 如果我们用生意地来去解释 或者说来去诠释世俗地的话 那我们很容易造成一些混乱 佛陀也经常教导世俗地 教导一般人圣地的真理 例如我们说到的五戒 或者十戒 或者八戒当中的第一条戒 不杀生 不杀生 这里的生命 在生意地上有所谓的生命吗 没有 在生意地上 它只是一堆明思法 或者只是一堆五蕴 而且究竟像是无我的 没有所谓众生的实体的 如果你认为说 在究竟意义上 没有所谓的动物 所以没有所谓的杀跟不杀 那这样的话 你就会变成 变成一个诡辩的人 而且这种诡辩 对我们佛教的危害很大 所以在 无论我们在修行 或者我们学习上的 只要我们知道佛陀在教导 是属于哪个范畴 或者说我们学律藏 有律藏 用律教法 学经藏 用经教法 学论藏 用论教法 我们持戒 用律教法 我们修定用经教法 修观用论教法 这样的话就不会搞混淆 而且我们在修观的时候的所言 我们在修定的时候的所言 我们在持戒的时候的概念 将会很清晰 那下面我们再来学习一下阿比达摩的特点 阿比达摩具有四个特点 第一 系统的分析诸法 阿比达摩将诸法进行分门别类 把经藏里佛陀所讲的错综复杂的诸法 很有系统的统合起来 条理很清晰 比如把诸法分为 善法 不善法 无计法 乐相应法 苦相应法 舍相应法 果报法 业法 非果报 非业法 有为法 无为法 世间法 初世间法 等等 第二 把一切法分成最基本的单位 例如我们说到 这一副身体 我们的身体 我们的身体从构造上来说 可以分为头 可以分为躯干 手 脚 等等 而在经典里面 佛陀要把我们的身体 分为三十二个部分 称为三十二身份 例如 头发 指甲 体毛 指甲 牙齿 皮肤 肌肉 筋间 骨 骨髓 肾 肾 心脏 肝脏 等等 但是在阿比达摩里面呢 他就不再去考虑这一些 他就把色法分到最小的单位 叫做色聚 但是色聚还是概念法 他把所有的色法归为二十八类 要例如在把我们平时所说到的心 我们会提到我们的心里很多种不同的呈现 有时候我们说我很开心 我很高兴 我很愤怒 我自己以为很了不起 我很沮丧 我很失落 这些其实都是世所的范畴 但是在论典里面 阿比达摩里面 佛陀就把所有这些法进行归类 进行分析 他把所有的心分为八十九种或者一百二十一种 又把伴随着心一起升起的心索分为五十二种 又再对这些心索再进行归类 进行归纳 例如我们说到的看 我们说我看到什么东西 那在阿比达摩里面 就不仅仅用的是看这样一个字 在阿比达摩里面讲到的看 其实是眼识的作用 但是作为眼识的话 它一共又有八种明法一起在起作用 也就是一个眼识的心 再加上处 受 想 私 已经信 作意 明明跟这七种心索 在一起共同的运作 所以才会有我们平时所说到的看 这样的动作 而所有这些作为看的动作 它就并不仅仅只是眼识的作用 它是用心路过程来完成的 也就是心的硬作模式 心路硬作模式 它又包括了一个五门转向 然后眼识 然后一个推斗心 领受心 确定心 然后七个素性心 再加上两个笔所言 但是这个也只是发生 在极快速的时间 我们所说的看到一个人走过来 我在看书 这里的看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心路过程 也就是一道无数个眼门心路过程 再加更多的异门心路过程 在一起运作 所以才会有我们所说的看 但是如果是从世俗地上来说 我看东西 我看到什么 这个并没有错 因为这个是属于世俗地的方向 但是在阿比达摩里面 它就用生意地把看 分为若干个心路过程 而每一个心路过程里面 又分为若干个心指刹那 而每一个心指刹那里面 又分为一个心 再加若干个心所 这就形成我们所说到的看 对于说我想走 我在想 这些都是涉及到很复杂的心理过程 而这些心理过程到底是怎么样呢 我们在以后写起阿比达摩的时候 将会逐渐地来了解和学习 阿比达摩的第三个特点 是整理诸经中的各种佛学术语 在经典中 佛陀是因财施教 因命施药 根据不同的人 不同的场合说法 因此佛陀会使用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方式 来表达同样的一样东西 比如我们在经教法里面 佛陀会讲到 智智慧的智跟慧 还有讲到三明的明 这些都是指智慧 有时候在讲正见 正见也是智慧 在曲解智里面 择法觉知也是讲的是智慧 在四神族里面的观神族 也是指智慧 在五根五立里面的会跟会立 也是指智慧 在十六种观神族里面的观神族 在十六种观神族里面的观神族 也是指智慧 所有不同的例如讲到正见 讲到明 讲到观 讲到智慧 这些其实在阿比达摩里面 它并不会分 在把你分析为这个那个 它只是给你依照同样的作用 同样的性质而把你定为 就是一种新所叫做慧根 Panindriya 或者称为无车新所 所以在经典里面 明相不同 但是在论典里面 它只给你很精准的给你一个名词 那例如我们在经典里面 会看到很多种方式来形容一个贪 比如说追求欲乐叫做欲贪 对生命的贪爱叫做有爱 对断灭的追求称为无有爱 男女的情爱叫做爱情的Dema 一般的贪婪叫做贪爱 阿比达 贪婪叫做爱人 拉格 更强的贪爱叫做直取乌巴达纳 一般的贪爱又叫做爱 而爱又根据它所直取的对象 可以分为对颜色的爱叫做色爱 对声音的贪爱叫做深爱 对气味的爱叫做相爱 对味道的爱叫做味爱 对触觉柔软等等的爱叫做触爱 对法所缘的贪爱 称为法爱 对色界生命的贪爱叫做色贪 对无色界生命的贪爱叫做无色贪 还有我们平时所说的贪爱 也要贪爱叫做贪爱 贪爱叫做贪爱 它并不会管你这个是什么名字 这个是什么名字 它只是很准确地依照这一种心理的作用 这一种心理的特点 把它给你一个名字 就叫做贪罗巴 为什么一个贪字 它会有那么多不同的表达方式呢 因为佛陀在经典里面 根据它的不同的层次 或者不同的对象 就是这种贪爱的不同的程度 给分别案例的不同的名词 但是在阿比达摩里面 就只有一个名词 叫做贪罗巴 阿比达摩的第四个特点是 法区论 法区论是以组织法 统治一切的究竟法 法区论的总纲就是24元 哪24元呢 也就是以因元,所元元,增上元,无见元等 无见元,巨生元,相互元,一子元,亲一子元,这些 就是用24种元来统治一切的究竟法 这里的元是什么意思呢 元就是条件,因缘互相的关系 在其他的论点里面 就除了法区论 其他论点里面 主要是分析 把一切的法进行分析 例如说 把我们平时所说的 看啊,听啊,长啊,秀啊,错啊,等等 分析为很基本的单位 分析为心 分析为心所 把设法,把我们所面对的千变万化的物质世界 分为28色 但是呢,设法与设法 设法与民法 心与心所 心与这些所元 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们是不是支离破碎的呢 不是的 在法区论里面就用24元 就是说 所有的民法跟设法 设法跟设法 民法跟民法 还有呢 民法跟概念法 之间 他们的关系 把它归纳为24种 就是24种 例如说我们说的所元元 所元元就是 所元就是我们看的对象 因为有了对象才会有 心跟心所的产生 是不是 那因为有了这些对象 例如我们看到的颜色 因为有了这个颜色为所元才会有心 的产生 那么对象跟心之间这种关系就成为所元元 那比如说无间元 一个心一灭去紧根之另外一个心就生起 他们之间没有任何的间隔 成为无间言 无间言就是没有间隔的 但无间言就是完全没有间隔的 因为我们说的心就像河流 像水流一样 一灭去立刻就接着另外一个再生 然后灭去又再生 所以我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好像是永恒存在 其实就是不断的生灭 但是生灭当中他没有间隔 所以只称为无间言跟等无间言 对于后面生起的心来说 前面灭去的 因为灭去的没有间隔的生起的后面的心 这种关系成为无间言 在昨天也讲到了 把前面几部论里面讲到的究竟法 用分析法讲到究竟法 它比喻成珍珠 比喻成珠宝的话 那么二十四言就好像金箭把它串起来 同样的 法跟法之间 它必定会有一定的关系 互相之间会有关系 这种关系呢 我们就在 法期论里面就去寻找他们的关系 而且呢 往往一种法的产生跟存在 它并不是只是一种关系的 它会有很多种关系 而且在同样一种法 例如我们说到的眼识 眼识它就会有一个心 再加上七个心索 那这一个心跟其他的心索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它们是互相缘 是聚生缘 是相运缘 是不离去缘 它还有月缘 如果眼识的话 它还有果报缘等等 也就是说 任何一种法 只要它放在其他法中间 它们必定就会跟其他的 现象 其他的法有关系 这种关系是错终复杂的 因为这种错终复杂的关系 我们称为法句 Batana 这是阿比达摩的第四个特点 因为阿比达摩的特点是分析诸法 分析诸法 必须得遵循着一定的规律 规则 这种原则就是把一切诸法分为四大类 哪四大类呢 第一是心 吉得 第二是心索 这里讲到的心索是什么意思呢 心索它是 就是心的 心在加卡 所以就是心的或者属于心的 因为我们说到的我跟我索 就是我跟我索拥有的 我索拥有的称为我索 就是我的 对于这心也是这样 如果我们说心是主人的话 那心索就是属于随从 心跟心索 这两种和称为民法 用现代的话来说呢 就是一切的心理现象 或者精神现象 第三是色法 色法就是 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比较好理解的时候就是 物质的现象 心法 心索法 跟色法 构成了我们这个世间 这些都称为有为法 为什么称为有为法呢 因为他们都是由因言和合而生的 是经过造作的 需要有种种条件 在种种条件配合之下 才能产生跟存在的 在这个世间上 有没有任何一样东西 或者现象 完全没有条件 不用依靠其他的条件 就能够产生跟存在的 有没有 有没有 在这个世间上 如果有情 挤出一个例子来 有没有 无条件投降 是不是 任何的东西它都有 它的产生跟存在 都必须得要众言和合 因为众言和合 所以它是因言所生之法 因言所生之法 就是有经过造作的法称为 有为法 因为一切的有为法 它都必须经过众言的和合 由造作而生 那因为是众言和合 所以众言不相应 或者说一不合合 它就会灭去 因为一切的有为法 会有生灭的像 所以它也称为行法 Sankaratama 所以佛陀在经里面经常说过 Saphe Sankara Anicca 诸心无常 有为法 不外乎是物质现象 跟心理现象 换一句话说 就是身心现象 如果是用阿比达摩的角度来说 就是明法跟色法 我们平时所接触的这个世间 我们说除了物质现象 跟精神现象之外 能不能找出第三种现象 可以吗 有没有第三种现象 除了物质现象 跟心理现象 有没有 大家想一想 还有没有第三种现象 有没有 想一想 有没有第三种现象 除了物质 除了物质 跟心理之外 有没有 没有 因为世间是离不开这些的 而如果我们想要 解脱 想要断烦恼 也离不开这些 为什么呢 其实就是离不开我们的身心 佛都曾经说过 我说苦 以及苦的灭尽 都离不开 至一个六尺之躯 是不是 就是这样的意思 如果讲到修行 我们要学习 要讨论 心 心锁跟色法 并不是让我们成为心理学家 成为物理学家 而是要让我们从这一些世间法 有为法当中抽离出来 但是 让我们的 我们的心要从诸行法中抽离出来 解脱出来 我们必须得要 修光 修光 光的是什么 光的是空花 光的是水月 光的是空中楼阁 还是光是海事圣楼 不是 光的是什么 光的就是五蕴 十二处 十八戒 是不是 也就是说 光的就是明色法 或者说 心法 心锁法 跟色法 还有他们的音 这就是我们修光 我们修光必须得有所缘 就是有具体的对象 这些对象 就离不开 就离不开有为法 就离不开心 心锁跟色法 除了有为法之外 还有另外一种究竟法 称为涅槃 涅槃又称为 无为法 无为法的意思就是 非因言造作之法 这一对为是因言和和 因言造作 涅槃 并不是因言造作之法 也就是 它并不依赖任何的条件 产生和存在 称为无为法 无为法 只有一种 即涅槃 那从下面开始 一直到我们学完阿比达摩 其实我们都是在讨论色法 讨论心法 心锁法 涅槃需不需要讨论呢 涅槃不需要讨论 涅槃需要拿来体证的 唯有我们 通过关照 心法 心锁法 四法 我们才能够超越世间法 达到初世间法 初世间法一共有九种 也就是 用圣道跟圣果 这种心来去体证 无为法的涅槃 我们下面再讲一讲 学习阿比达摩的意义 为什么要学习阿比达摩 学习阿比达摩有什么作用 学习阿比达摩可以系统地了解佛陀的教法 因为阿比达摩非常系统地组合 分析整理佛陀的教法 学习阿比达摩就可以达到完整系统地了解佛陀的教法 我们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说 只要你能够认真地听完这整个课程 你能够很认真地学习 当你把整个阿比达摩课程学完了 你必定能够对整个佛法的大纲 能够有很系统 很完整地了解跟掌握 当你学习了阿比达摩之后 你对佛法已经有了整体的概念 而且有很严密的思维方式 那个时候你再去看经典 你将会觉得很容易 不会觉得经典里面的术语很复杂 不会给很多名相所混淆 在我们中国人 我们华人的心目中 往往我们会认为经典是很浅显易懂的 反而阿比达摩课是很复杂繁琐的 是不是这么样 但是根据上多不佛在的传统 如果一个人不懂得阿比达摩 他对经典的理解是很肤浅的 很佛范的 对经典的解释更可能是 信口开合 自我做古 第二 阿比达摩超越一切世间的科学 刚听起来可能会觉得 现在在夸下海口 既然阿比达摩超越一切世间科学 那如果我们真的很认真地学习阿比达摩之后 将会发现佛陀的教法 确实超越一切世俗的科学 因为我们可以说 科学或者说世俗的很多学科 是在最近一两百年发展起来 更有一些是在最近十几十年才发展起来的 但是当我们去 如果我们有了阿比达摩的知识 我们明白了阿比达摩 我们再去看很多世间的学科 世俗的科学 我们会发现到 其实很多他们现在认为是很差异 或者说很先进的东西 在阿比达摩里面早已经解释了 比如说在一百多年来 西方的心理学跟精神分析学得到很大的发展 比如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梦的解释 或者他研究人的潜意识 还有很多的 例如说心理的疗法 临床的疗法 催眠等等 这些在阿比达摩里面早已经有了答案了 又例如说 在最近几十年 刚刚兴起的人体生命学和平时经验学 他们都讲到了 人就是他从无数个病例当中 临床的病例当中 发现人死了之后 在医学上有种称为假死的 人死了之后不久又复活 这些复活了的人 或者说有一些 他们经过 他们有一些意外 而在医学上判断是死的 但是当他们后来抢救过来之后呢 他们都会对 在他们昏迷或者称为假死的 这个时间段里面 的一些体验 会有所描述 往往会发现到 很多的那些 称为假死或者昏迷状态的人 他们好像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有的人在临死的时候 他感觉他好像看到了很强的光明 或者见到了一些去世的人 或者说去到了一个从没有见过的地方 或者说他感觉好像自己已经出来了 他看到他的亲戚 他的朋友在哭 或者说在做什么事情 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但这些呢 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如果我们再去看阿比达 特别是讲离心路过程的时候 答案就很明白了 有例如说 在一百多年前 科学家就发现了基因 就是人的基因 人的基因跟猿的基因 其实百分之九十几都是相同的 但是就是那么一点点不同 形成了人跟猿猴 跟大猩猩的很大的差别 而每一个人的基因要不同 同时呢 很多的科学家发现 基因的不同排列方式 它可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也许很多在以前 如果是几十年前 人家说的 你的一生 或者说你的 你今生的遭遇 是你一出生就定了 可能人家会说你是迷信 是不是 会说你这个是宿命论 但是如果当科学家 发现了基因 跟发现人的基因排列模式 可以影响到他 例如说 有些基因的排列模式 就会影响到他 这个人他很容易得什么病 例如说他可能会得肺癌 可能会得胃癌 等等 或者说 有些人的基因方式 排列 就决定了他很容易生病 而且得某一些病 这些基因 这些基因在阿比达摩里面叫什么呢 叫夜生色 夜生色法 如果我们再看 夜生色法 它是什么时候决定的 是一个人决生去决定 因为夜生色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 它其实是跟过去造的业又有关系 而过去所造的业 带来我们今生的这一个身体 这个身体成为夜生色 而我们这个身体呢 几乎可以影响我们一辈子 可是这种其实就是属于基因 就是用现在科学来说 就类似于基因的解释方法 如果我们再去看 例如说一些物理学或者心理学 我们再看比如说心理学一样 现在心理学研究研究器 其实它在阿比达摩看来 它都是在表象上或者在现象上 当然它在现象上跟对心理反应上 它在心理学研究的很详细 但是到底我们说到的人的心理是怎么运作的 它的运作的过程是怎么样 这一个我想 无论心理学 它只要它还没有突破 或者说它没有再去借助阿比达摩 没有借助佛教的心理学的话 它很难有更高层的突破 而如果我们再看阿比达摩里面分析的心理 我们真的会惊叹 它已经到了一个很惊畏又很高的程度了 而当然阿比达摩它是从伦理学的角度去分析心理的 它并不是像一般人的分析的行为心理学 或者犯罪心理学 或者说一般的管理心理学 而是从伦理方面去分析人的心理的 因为我们可以说 世俗的或者世间的学科 往往它是为了研究而研究 例如物理学 它是为了研究物质的现象 找出物质的规律 心理学就是为了找出心理的规律 从而达到如何去为人治病 或者解决心理的问题 但是佛陀讲到这些 他讲到的很类似于心理学 类似于物理学 他并不是为了你只是了解这些 而是为了超越 为了解脱 因为佛陀分析民法 分析世法 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超越民色法 是为了解脱民色法 第三个意义是 明辨善恶 是非与正邪 学习阿比达摩之后 很自然能够明辨善恶 能够明辨是非 明辨正邪 阿比达摩很清楚地 把善恶的标准告诉你 不会似是而非 不会含糊 善就是善 恶就是恶 是就是是 非就是非 阿比达摩会告诉你 业果的法治 也就是因果力 我们可以说 从世俗的角度上来说 善恶的衡量标准 会因为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时代 不同的人群 会有所差别 这个只是世俗的标准 但是如果我们在分析心理 从阿比达摩的角度上来说 或者说我们换一句话 从我们内在的动机上来说 善就是善恶就是恶 他不会含糊 同时我们也知道 如果我们学习阿比达摩之后呢 我们将很容易地分辨哪些是旁门左道 哪些是邪门外道 例如说 在缅甸 缅甸是一个阿比达摩很普及的国家 当缅甸的阿比达摩普及之后呢 在缅甸 就是自从阿比达摩已经普及到民间之后呢 几乎缅甸没有出现过所谓的邪教 跟所谓的父法外道 父佛外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没有生长的土壤 没有生长的空间 但是我们再看泰国 泰国 传统上泰国也是很注重阿比达摩 但是在近代 阿比达摩已经衰落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泰国的有些惨法 关水经球的也认为说可以解脱 甚至做体操也可以解脱 我们再看看 好像最近 我才听到一个泰国的一个阿章 他教导 他说我们的身体吧 我们的身体分为28个地方 然后呢 这个就是28色 然后我们再看看我们华人区 无论是中国大陆 或者台湾 或者说有华人的地方 例如说新加坡 或者美国 或者美国等等 都有很多种种的新兴宗教 甚至邪教 是不是 是不是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新兴的宗教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旁门左道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父佛外道呢 就是因为咱们华人对佛教的理解太差 佛头的教义的普及性不够 所以就有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很容易利用 于是各种各样的新的教法 新的宗教就有自身的土壤 如果大家都能够了解佛头的教法 都能够学习阿比达摩 那么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 这些所谓的新兴宗教 所谓的父佛外道 所谓的邪教 根本没有机会成长 没有机会成长 它甚至会胎死腹中 是不是 同时我们也在学习阿比达摩 还有另外一个一个特点 就是它不是往外看 而是往内看 阿比达摩直接指向我们身心的深处 它就好像一把力道 直接捅到我们的烦恼 而且一同捅到烦恼的最深处 当我们对阿比达摩有了大概的了解 有了基本的掌握之后 我们再去看 在世外上流行的各种各样的 打着佛法旗号 或者打着佛教旗号的那些 外门邪道或者父法外道 我们将会很清楚了 那个时候我们也不会人云亦云 我们不会落以迷信 也不会搞个人崇拜了 谢谢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还可以应用在生活当中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阿比达摩 很多的名项 而且很枯燥 但其实我们学习阿比达摩之后 我们可以直接应用在生活当中 而且是很见效的 立竿见影的 例如当我们一学到 善心的八种善心之后 我们就可以很快就用在 用在我们的生活上 虽然说阿比达 开始阿比达摩最主要是为了断烦恼 但是 即使对一般的在家人 很忙碌的人 需要工作的人 在平时压力很大的人 写的阿比达摩都有作用 而且都有很快的作用 为什么呢 因为阿比达摩教导我们 善心不善心是怎么样产生的 善心和不善心的关键点在于 你是不是有如理作与 如果你如理作与 生起的是善心 不如理作与 生起的是不善心 也就是说 当我们在面临着一个对象的时候 我们的心是摆向哪一边 就好像当我们把一辆车 开到十字路口 你的车 你的方向板 是要摆向左边 还是摆向右边 同样当我们面对着一个对象的时候 我们要生起善心还是生起不善心呢 在阿比达摩里面会告诉我们 我们可以左右我们的心 不要认为说 很多东西我的生活是很无奈 我一天都给我的工作 给我的生活 压得喘不过气来 但是阿比达摩就教导我们 如何从改变我们的心开始 因为可以改变我们的心 所以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因为改变我们的生活 甚至可以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 改变我们的环境 可以改变我们对自己 对他人 对家庭 对工作 对公司 对生活 那是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这种改变 如果我们用阿比达摩的方式 但毕竟佛陀教导阿比达摩 不是让我们改变生活 而是让我们超越生死 也就是说 佛陀教导阿比达摩 最终是要让我们断除一切烦恼 让我们灭尽一切诸苦 要如何才能够断除一切烦恼呢 要断烦恼 没有通过道志 也就是圣道才能断烦恼 要断除烦恼 必须得要修行 必须得要修 要修 要修观 培育观之 那什么是观呢 观 就是观照一切 明法跟色法的 无常苦无我 阿比达摩所分析的无外乎 是心法 心所法 色法 但是 所有这些心法 心所法 色法 它都是属于 行法 有违法 它的本质 是无常苦 无我的 佛陀教导阿比达摩 并不是 只是让我们去明白 去了解 更重要的 就是让我们 去观照它 然后再去超越它 就好像 佛陀把贼 指出来之后 还教我们 如何把贼 抓起来 怎么抓贼呢 要用智慧的绳子 把它捆绑起来 所以 阿比达摩 的目的 是教导我们 要修观 修观的目的 是会断除烦恼 所以 我们学习阿比达摩 就有 这样的意义 那好 我们今天 就先讲到这里 我们明天将来 写下来 这个概念法 写起 概念法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